初战红毯秀自信 时尚就是活得像自己 干净大气 彰显我们的活力 一定要像自己 嘎那余温未散 手把手教您 李宇春世红毯小言勋 时尚就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啊 一定要像自己 干净大气 彰显我们的活力 环球时尚手册的观众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我觉得这次我来嘎那 反而是很轻松的 这一次主要是以 阿里欧莱雅的代言人的身份 所以也许我没有那种 电影人的那种压力 整个行程都非常的开心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 昨天我们也有看到 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我会想象他们的生活 他们在国外 其实是追求他们的梦想 那可能我也是来 就是做我的工作 我也在完成我的梦想 我们最开始是到巴黎 然后也是一些服装 另外一个也是我下半年的演唱会 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我们再到尼斯拍杂志 然后才到嘎那 所以这一趟也是辗转了很多地方 其实之前我们也在试装的时候 有尝试很多样子的 其实也包括裙装 有很多也不错的 他们会给我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些意见 包括装法和服装上面的 当然我也会有自己的一些 就喜好啊选择啊颜色方面啊 你说这是什么颜色 这颜色 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形容这个颜色 昨天晚上有媒体有问我说 那你请问你明天晚上的装扮会是个什么颜色 我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颜色 很难形容它的那个颜色 然后我觉得它也是 在嘎那的红毯上会比较少见到的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去排斥说 一定要不要穿裙装或者是裤装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就是很舒服 然后我自己也很舒服 也很有自信 如果我觉得选择裙装的话 我觉得也会要选择 就是也是要适合我自己的 其实在红毯上面 我觉得态度更重要于你的装扮 我觉得无论是作为一个代言人也好 还是作为我觉得一个 一个中国的年轻人也好 我觉得要彰显自己的那种态度和自信 不能够就是太随波逐流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所以其实还是很期待的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瞩目的盛世 总的来讲就是心情很好了 因为天气也不错 我其实没觉得有那种选择战袍的那种心理活动 我觉得就是要穿得很舒服 就展现自己就好 可能我现在比以前画多一点点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一些访问 或者是做一些可能一些比较商业的活动 那个时候是不明白的 但后来可能明白了以后呢 反正我就会觉得说那是我的工作 我讲一些我的东西 然后我也听听你讲的东西 然后就是互相聊天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从彼此身上 可以吸收到一些东西 就完全不是把它当成一个 就工作 工作完就走掉这样 我拍电影的时候 还真的没有进入系统的学习过 我在最开始的电影 其实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就第一部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导演让我演什么 我就演什么 也没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到了第二部拍龙门的时候呢 开始自己对人物有一些想法上面的 但是我觉得还没有真的表现出来 只是开始有想法了 那第三部的时候就是开始 因为跟刘伟强导演也很熟 所以我开始会 我想这样演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然后我试给你看一看 然后再到 我觉得比较系统的学习是因为 我进入了如梦之梦这个话剧组 演话剧以后有一种感受 就是那个话剧里面讲到的 就是很多东西 它就会这样就突然就发生了 其实拍电影和演话剧 本来都不是我计划的工作范围 可是它就是发生了 而且我觉得感觉还不错 话剧我觉得有 其实帮我改变挺多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就是让它顺其自然地发生吧 音乐方面的东西 其实我每一年都一直在 就是它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我自己来讲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 筹备新专辑的一个阶段 然后去年做的那个 循环演唱会结束了以后 那其实每一年固定的 那个一场的那个歪密 歪密的演唱会 因为今年是给话剧让道了 就每一年大概三月做 但今年因为话剧的原因 所以不得已可能要改到下半年 现在也是在筹备的阶段 我最大的兴趣还是做音乐 对这个好像很能改变 忘了就像没有了过往 没为了你别人 春春美眸深邃眼线水笔 这一支笔非常非常好用 只需要简单的一两笔 你的整个人会立刻变不一样 而且我自己就可以搞定了 自由纯辱 因为看上去非常的自然 但是呢 可以让整个人都有一个好的气色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他感觉起来非常的轻薄 所以整个人会非常自然 二 g